四大天王都是生女儿 这也巧了 除了张雪友 其他人基本都是在51岁的有个孩子 不过一个孩子毕竟孤独 郭富城一直羡慕别人家多子多女 所以一早就有生二胎的想法 九月初正值她的女儿生日 在迪士尼大半生育宴 可见对女儿的宠爱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场生育宴会 刚没猜看的 原来芳渊已经怀孕 这对郭富城来说 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二胎梦终于实现了 女儿长大后能有个爸 真的挺好的 而且根据报道 芳渊目前已经有一个月的生日 下个月过 富城就53岁了 而芳渊怀孕 真是无比利好的消息 在女儿的生日宴会上 她期后承认最近双喜临门 依次也是承认了怀孕的好消息 此前芳渊被问到有关二胎的问题时 她说用二胎计划 并且一直在努力 而且更喜欢男孩子 所以希望二胎是个男孩 有人透露 芳渊一直在按照生男孩的方子 在调理身体 而且不设避孕措施 可见是非常的想要儿子了 芳渊已经31岁了 从身体状态上说 还是可以生孩子的 但是郭天王分数的确不小了 所以在造人这件事情上 一定要问起职专才可以啊 张雪游女儿已经成年 她自负在教育女儿的问题上 还是有点不知所措 跟女儿沟通起来 还是有点问题的 不知道等儿女长大后 郭富城还能不能跟他们沟通 不过她这种不管怎样 都要两个孩子的心态 也真的是很拼了 不过她胜在老婆岁数还小 31岁生育并不算高龄 相比于刘德华女10岁的老婆朱丽切 一名40岁左右的老婆 方圆真的算年轻的了 只要好好调理身体 肯定能顺利怀孕 生下健康的宝宝 况且经济条件又很好 根本就不用发愁养孩子的问题 恭喜郭天王 期待孝公子出生 四大天王也算后继有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